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的确是非常有用的 北戴都行秦政制 而这个秦制它当然就是法家的这一套 那么这一套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其实总的特点讲 我觉得就是把原来周治或者儒家主张的 小共同体的那一套彻底颠覆 变成是大共同体本位的 而要做到大共同体本位 实际上是需要解构小共同体的 讲得简单一点 就是在小共同体内部制造离心倾向 希望大家六亲不认 因此这个秦制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就是反中法 在周治下人各亲其亲长其长 人们属于成千上万个小家长 天子虽然有大中敌派总家长之名 毕竟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不可能越过各级家长直接控制成名 同时各级家长与家属之间的关系 都是伦理性的长幼尊卑关系 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 更不是雇庸式的主仆关系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 儿子有孝敬父亲的义务 但是父亲也承担了某种责任 他是不能随便解雇儿子的 这和老板解雇工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法家改革的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改变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儒家的这一套东西 如果我们讲个 我前面提到过 讲简单一点可以说 这是一种长者政治 就是按照一个家庭的逻辑 长者和家庭成员 之间存在着一种 虽然有上下之分 但是又是温情默默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如果维持不下去了 当然就会有两种选择 这个长者和家属的关系 如果出现矛盾 那么大家可以想到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种解决方式 即使家长不能说了算 那么我们就大家说了算的 这就是所谓的 从长者政治变成众人政治 其实古希腊就是这样走的 像雅典城邦 他原来也是贵族统治 所谓的贵族就是家长 雅典城邦也是个小共同体 但是后来贵族说了不算了 贵族说了不算 就变成是平民 就变成是大家说了算 但是这种例子很少 更多的例子 我觉得不光是中国 世界上很多的例子都是 长者政治行不通 那就来强者政治 是吧 这个靠亲情不行了 那就靠暴力 是吧 强者为王 强杆子里面出政权 有强便是草头王 那么这个法家改革的重要内容 就是把长者政治变成强者政治 也就是儒家最反对的 用霸道来取代王道 那么这个过程啊 需要采取一系列非常极端的反中法措施 大家知道商鞅变法 它的一个核心措施 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 规定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一者被欺负 父子兄弟同时内习者为禁 讲的简单点 就是强制分家 是吧 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长大了就必须分家 不准搞那种什么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 是吧 那种大家庭 是吧 那种大家庭搞得很大 凝聚力很强 你想干啥呀 人人都听爹的 谁听我的呀 是吧 那他就不能容忍 是吧 所以要解散大家庭 是吧 民有二强制分一 其次 在家庭之上 也要切断家族纽带 以强制手段 迁徙 拆散 所谓的强中大姓 是吧 这个 在情字下 强中大姓 是一个 强烈的贬义词 是吧 那么对于强中大姓 从情到汉 都有一个政策 就是不准足居 是吧 不得足居 是吧 就是对这种 这种大家族 要强行拆散 是吧 那个 史料中 有很多 具体操作的 例子 是吧 比如说 那个 郑宏 是吧 据说这个人 他的祖父 是吧 是吧 然后这个人 有一个比较大的家族 是吧 到五帝时期 是吧 汉五帝时期 就 齐强中大姓 不得足居 将三子移居 三阴 是吧 阴随加焉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你这个家族很厉害 国家就规定 你的几个子女 必须分散到各个省 是吧 从那个齐国 把一个 把他的一个儿子 弄到浙江 一个儿子弄到四川 是吧 总而言之 不准你们住在一块 所谓强中大姓 不得足居 这个说法 在秦汉两代 尤其是西汉 是吧 到了东汉 当然情况就有些变化 是吧 那个是实行的 那这当然就是为了 瓦解小共同体 是吧 要 黄泉 要一杆子插到底 不能有所谓的 什么 我的主人的主人 不是我的主人 不能有这种现象 那么第二 就是所谓的 阳中异孝 鼓励所谓的 大义灭亲 是吧 大家知道 儒家是讲 这个亲亲高于尊尊的 我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例子 是吧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是吧 孝比忠更重要 当然 这个忠是指后世的那个含义 其实在先秦时代啊 忠本身就不是 只是针对君而言的 是吧 后世一讲忠 就是对皇上而言 是吧 这个 这个先秦的 这个先秦的文献中啊 忠其实就是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这就叫忠 是吧 不一定是对皇上 是吧 但是后世 如果说忠只是对皇上的话 那么在先秦的儒家中啊 这并不是重要的 是吧 这个啊 为父绝君 可以 为君绝父 是不行的 是吧 可是法家截然相反 是吧 韩非就明确的讲 是吧 这个孝是要不得的 是吧 我们只能提倡忠 我们后世经常讲一句话 叫做忠孝不能两全 是吧 可是韩非的逻辑要比这个极端的多 他讲的就不是这两者很难两全 他讲的是这两者绝对不能并立 是吧 也就是说 你要忠于君 你就必须有杀爹杀妈的那种勇气 是吧 你如果要笑 那你就很有可能会造反 是吧 他把这个对立说到这种地步 大家知道后世叫做如表伐理吧 是吧 这个话很难听 大家都不愿说的 是吧 但是 韩非 他是可以说得出来 大家可以听听 他讲 君之之臣 父之报之也 父之孝子 君之贝臣也 是吧 他就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 你如果是父亲的孝子 那你就是我的叛逆 是吧 所谓的贝臣 是吧 那么如果你是我的忠臣 那你对父亲就是报纸 你就得造父亲的反 因此他是鼓励 所谓的大义灭亲的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法家其实是性恶论者 是吧 他是不相信什么道义的 那么既然你不相信道义 怎么会有大义灭亲的事呢 是吧 所以法家讲的大义灭亲呢 其实实际操作中 是大力灭亲 讲的简单点 就是用威胁利诱的办法 是吧 让你去检举父母 是吧 检举老师 是吧 检举反正总而言之吧 是吧 就是那个离善小共同体的凝聚力 是吧 在小共同体内制造一种 是吧 就是那个六亲不认的 这样一种氛围 法家的这个制度 实际上是用现实利害 来促使人们 虚厌妇事 是吧 法家 在法律上 是提倡告亲 禁止容影 并且用威胁利诱 来促使这一点 是吧 比如说 情侣中就明确有这样的规定 是吧 说这个妻子犯了罪 如果丈夫告发 告发妻子 那是有奖励的 什么奖励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妻子的财产 可以用来奖励丈夫 是吧 那么如果丈夫犯了罪 妻子告发 丈夫 也是有奖励的 什么奖励呢 就是妻子的财产 可以保留 不被没收 大家想想 是吧 这个说法 如果要能够操作 首先你就要搞清楚 两口子的财产中 什么是老婆的财产 什么是老公的财产 说实在的 现在我们要搞清楚 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是吧 何况当时 是吧 所以我看了这个 看了这条材料以后 我就想 难道秦朝当时 已经有了婚前财产公正了吗 是吧 怎么能够讲得清楚 是吧 哪个财产是你的 哪个财产是我的呢 我都觉得很奇怪 是吧 可是你会发现 秦在有些方面 的确是非常现代化 是吧 在鼓励大家六亲不认方面 那的确是个性解放到了 让人瞠目皆舌的那个程度 是吧 你在秦制中 你在情侣中啊 你的一个感觉就是 国家可以垄断一切 在国家面前 任何人的产权都得不到保证 是吧 但是在一个家内 每一个人的产权 似乎是得到了高度的保证 是吧 也就是说 你说秦搞的是私有制 还是国有制呢 他在一个家内 他是搞私有制的 按照秦律中的家庭 那个财产观念 是吧 那个一个家庭内 老婆有自己的财产 老公有自己的财产 父子之间 也是各有自己的财产 是吧 甚至秦律中 有很多这种规定 是吧 父到子 如何如何 子到父 如何如何 假父到假子 又如何如何 如果你乍一看 你还以为是我们现在的民法典呢 是吧 这个财产关系 能落实到个人的 是吧 可是 法家真的是主张个人独立吗 法家真的是主张 我们现在讲的个性解放吗 法家真的是要捍卫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是吧 人权吗 当然不是的 是吧 法家讲的这种灭亲 讲的这种六亲不认 讲的这种家庭内 所有的人 是吧 都可以独立 当然 主要就是要把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变成皇上的工具 是吧 不是说要把这些人解放出来 变成真正的独立公民 是吧 实际上 如果不考虑大小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那么实际上 法家也是同样要强调 君权和父权的单向性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儿子服从父亲 臣民服从皇上 如果这两者不发生冲突 法家同样是要维护 而且维护的比儒家还要彻底 是吧 大家知道 董宗书讲的三纲 就是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实际上 先秦的儒家 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 是吧 这句话 不是儒家的主张 而是法家的主张 是吧 韩非就明确讲 是吧 臣是君 子是父 妻是父 三者顺者天下治 三者逆者天下乱 而且韩非还专门补充了一句 是吧 他说这三者是无条件的 不以君主的好坏为转意 人主虽不孝 臣不敢亲也 也就是说 哪怕是暴君 你也不能反 法家和秦代的经济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关于这一点呢 有一两种很相反的说法 其中一种 我们以前曾经历史教科书中曾经讲过 说西周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 是吧 所谓的景田制 到了商鞅 就坏景田 开签莫 明德买卖 实现了土地私有制 是吧 据说这个土地私有制 一直就延续到土改前 是吧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商君书 真的看韩非子 就会发现 韩非子商君书主要的经济思想 最突出的 就是讲国家垄断 是吧 什么都是国家的 老百姓 基本上什么权力都没有 我讲的是针对国家而言 是吧 比如韩非就专门讲 是吧 儒家说 这个北姓族君俗与不足 是吧 大家知道儒家有一个观点 就是国家不要和老百姓争利 是吧 官不与民争利 是吧 这个老百姓应该 他可以自己为自己谋利益 是吧 如果老百姓富裕了 国家 韩仇不富裕吗 是吧 要偿富于民 是吧 这个 北姓族君俗与不足 是吧 如果老百姓都富裕 皇上 韩仇什么呢 是吧 可是韩非就讲过一句 恰恰相反的话 是吧 他说 族民何可以为治 是吧 老百姓如果满足了 国家怎么能治理啊 是吧 我们让老百姓听话 就是要用国家的赏赐来作为引诱 可是老百姓如果要重视国家的赏赐 第一 老百姓得自私 是吧 如果他不 他对这个利益无所谓 他就不会重视 但是更重要的 老百姓得穷 是吧 如果老百姓不穷 谁会在乎国家的赏赐呢 是吧 比方说这以前 是吧 你只有得宠了 给你当了个大官 你才能有汽车座 是吧 官当的大的有红旗牌座 官当的小的有吉普座 是吧 否则你就不可能有的 现在好了 是吧 某个人是企业家了 他还可以做大奔的 是吧 那他还在乎红旗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国家 怎么能管理好呢 是吧 所以韩非说 擅自国者 一定要把老百姓搞得很穷 是吧 当然 不能穷的让老百姓饿死 饿死我也没有死患的了 是吧 老百姓要留下口粮 除了口粮以外 一切全部都交给国家 是吧 这是韩非的一个主张 这个民家不及属 上场也 是吧 老百姓家里头不能有余粮 是吧 整个国家 凡是盈利的东西 都得由国家控制起来 叫做利出一孔 是吧 如果国家有很多商人 那就不好 是吧 这叫做利出百孔 是吧 这个资源就不能集中了 是吧 那国家就会弱 是吧 所以一定要严厉打击商人 是吧 你从这些语言看 这个商鞅韩非 完全是主张高度的国家垄断 是吧 利出一孔 就是所有的利益 都必须由国家垄断 可是他为什么又主张 所谓的 快景田 开签莫名的买卖呢 是吧 为什么又有所谓的商鞅 提出土地私有制之说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讲私有 讲个人的权利 都有一个针对什么而言 是吧 如果你针对爹妈闹独立 如果你针对爹妈私有 法家是极力鼓励的 是吧 巴不得你不私有呢 是吧 但是你千万不能跟国家讲这些 但是你要跟爹妈啊 这个划情界限 是吧 呃 他是啊 鼓励的 是吧 因为只有这样的小共同体 才能够被打破 是吧 呃 所以啊 呃 这里我要讲啊 这个西州时代说是土地国有制 那是非常荒唐的 西州时代怎么可能有国有制呢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周天子 是吧 天下的土地他能管理吗 他根本是管理不了的 是吧 天下的土地都是诸侯的 其实诸侯也管理不了 是层层分封的 西州时代 真正的土地 实际上是小共同体 也就是族群 血缘团体来经营的 有两点我们可以承认 西州私有制是不发达的 是吧 当时因为生产本身就不发达 那个时候的工具 还是木器石器 在木器石器时代啊 个人的生成能力是很差的 是吧 所以那个时代 人们基本上是 呃 以小共同体的方式生存 是吧 我们一个族群 是吧 一个血缘团体 我们一起 比如说开荒 砍树 是吧 这都需要合作 是吧 所以那个时代 呃 是呃 没有什么个体经济的 是吧 那么到了周勤之际 是吧 生产力开始发展了 是吧 有了铁器牛耕 是吧 那么这个个人经济开始出现了 是吧 那么因此啊 呃 上央坏景田开迁末 它其实破坏的不是土地国有制 呃 我们在那个四川西部 很偏僻的地方 那个青川县呢 呃 汶川大地震以前 没什么人知道 但是汶川大地震以前几十年呃 考古界的人都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出土了那个呃 秦带的田绿 是吧 就是怎么呃管制土地的呃 一个法令啊 对这个土地的管制非常之规定的非常之详细 里头规定 这个土地要长多少 宽多少 为一丘 是吧 一亩有两丘 是吧 然后这个呃 呃多宽的地面 啊 修一条小路 多宽的地面 修一条大路 是吧 然后呃 他规定呃 老百姓呃 呃 每年几月要为田耿除草 呃 几月要去维修田间的小路 呃 到了哪一个月份要维修田间的大路 是吧 然后到了哪一个月份呃 呃 就去呃 维修什么桥梁 是吧 整个的规定的非常之详细 西州时代的政府对土地能控制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如果要说土地国有制不是西州有秦汉才是土地国有制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秦汉时代的确又有私有制 是吧 商鞅坏景田开签莫名的买卖也不是没有这件事 是吧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呢 是吧 像我刚才讲的 你看秦律的规定连一个家里头 是吧 父子夫妻都是可以各有其才 是吧 也就是说在秦治条件下真正被破坏了的就是小共同体的财产 是吧 这个小共同体的财产被破坏了 是吧 嗯 小共同体内搞得好像是六亲不认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但是国家可以把你们都捅起来 是吧 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 是吧 比方说 1949年前后我们又搞了一次土改 是吧 这次土改 当然我们知道主要的对象是针对大土地私有制 也就是地主制 是吧 可是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 中国在1949年以前很多地方大土地私有制并不发达 是吧 那么那个很多地方啊 这个竹庙工产也就是传统的社区家族学区是吧 的那种传统的小共同体的公有地其实是相当多的 尤其是东南远海 是吧 这个竹庙工产比较发达 很多地方甚至超过一半 土改 在这些地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竹庙工产进行私有化 是吧 这些竹庙工产都被认为是那个封建地产是吧 土改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分光是吧 因此土改以后啊 中国就出现了啊 北分之北的小农私有制的这个状态 是吧 商鞅变法把这个竹庙工产给消除了大半 然后土改把剩下的这一半剩下的这些部分也给消除了 是吧 做到了最彻底的私有制 是吧 但是这个私有制是指的什么呢 是针对竹庙工产而言的私有制 是吧 实际上土改以后形成的产权 对国家而言 是根本不足道的 所以这个法家 你看他在产权上也是这样 是吧 他在小共同体内独立私有制 但是这个小共同体内的私有制 是吧 那个私有权 对国家而言是根本就不受任何尊重 在周秦之际的这个北架争明 或者说周治和秦治的斗争中啊 那么秦治显然是胜出的 胜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道德上 多崇高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不择手段 是吧 那么因此显然他要比那个比较高调的 那个那个儒家那一套东西 要实用的多 是吧 那么这个秦治啊 的确在这个兼并战争中是吧 发挥了他的非常大的优越性 其实整个周秦之际的 尤其是到了战国阶段了 法家化已经是个普遍趋势 是吧 那么大家比赛的就是谁化的彻底 是吧 谁能够尽可能的消除王道 那么秦在这方面做的最过分 最彻底 他当然就可以赢 他的确不仅在战争中创造了奇迹 就在他那短短的15年内也创造了奇迹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 都是他的奇迹的象征 是吧 那么我们就不用说 什么长城啊 执道啊 什么这些啊 这些东西 这个法家当然是 他的存在 当然有他的历史的合理性 是吧 说实在的 除了这一套东西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够在技术手段很原始的状态下 把一个如此大的国家 高度的整合起来 的确是我们很难想象 是吧 倒不是说 在那个传统时代就没有大的帝国 是吧 大的帝国通常是 要么就是盛行于一时 很快就解体了 像像蒙古的 那个蒙古帝国一样 要么实际上所谓的大的帝国 它只是一种内部整合程度比较低的 是吧 就是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一些 是吧 比如说查理大帝帝国 那个俄图一世的神圣罗马帝国 说起来都是帝国 是吧 他们的那个统治者都是号称皇帝 凌驾于各个king之上 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帝国啊 其实有点像西州啊 基本上是中央集权的程度是很低的 如果就这个问题而言啊 那法家占优势也是 也是很自然的 其实在秦的十五年内啊 他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修词道 是吧 比如说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 当然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 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 秦的作用被夸大了 是吧 因为实际上早在 尹周之际 中国的文字基本上就是差别不大的 从那个 西州甲骨和那个尹商甲骨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是吧 他总是做了一些事 当然 他的暴政也是非常有名的 是吧 那么今天呢 由于种种原因 有一些人在肯定秦的实力的基础上 总是想给他赋予一种道德上的光环 是吧 比如说我们最近影响很大的那个 大秦帝国 就把这个秦呢 描写着 哎呀 非常之得到人民拥护 是吧 人民在秦的统治下都欢心鼓舞 扬眉吐气 是吧 那个那个大家都很拥护秦制 这都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说实在的 是吧 完全就是胡扯 是吧 其中这个大秦帝国有一段呢 我觉得完全莫名其妙到了基点 他说秦 治理的很好 老百姓道德都提高了 所以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秦国没有罪犯 整个大秦帝国 传国只有一所监狱 被这个作者称之为 叫做云阳国狱 这个云阳国狱我不知道所出何点 在历史上连影子都没有 是吧 他说除了这个监狱以外 整个秦国是没有罪犯的 可是大家知道 大家明明白白的知道 不管是黎山木也好 厄旁公也好 长城也好 修这些东西的是谁呀 主要的力量就是行徒 是吧 什么叫行徒呢 那不就是劳改犯吗 是吧 整个这个秦帝经济 就是个古拉格经济 我们今天还可以在 林同的黎山这一带 看到大量的成片成片的 那个行徒墓地 是吧 就是在那里 浮苦玉 那个从事那种劳改工程 是吧 那么被折磨死在当地的 这个是有实物的 是吧 你公然就说秦国是没有罪犯的 这个荒词的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关于秦的这个统治啊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写东西 是有他的偏见的 我们评价法家 评价秦治理的那一套东西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我们不用秦的反对者的材料 我们只是看秦的主权律 是怎么说的 秦的官方是怎么说的 你也不用看多 是吧 在座的各位只要看看 商君书和韩非子 就知道了 是吧 这个商君书韩非子的这个思想体系 毫无疑问 是秦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是怎么说的呢 是吧 大家知道商君书 它的片幕中赫然就列有一张 叫做若明 是吧 什么叫做若明呢 这一篇的主题思想就是 有 民强 民弱则国强 民强则国弱 有道之国物在弱民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国和民就是敌人 是吧 那个国要强大 就必须把民踩在脚下 是吧 民强了 国家就要弱 是吧 国强了 老百姓就要跪着 是吧 这个 而且这个 法家还明确的主张啊 如果你要征服敌国 你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 连你自己的人民你都搞不定 你怎么能够打败敌国呢 是吧 所谓的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 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 这是法家明确讲的 这个战胜人民 这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主题啊 是吧 法家是人类历史上赤裸裸的宣布 要与人民为敌的 因此 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占了上风 而必须把人民踩在脚下 是吧 用商鞅的说法 叫做 民胜其政 国弱 正胜其民 兵强 是吧 这个 如果老百姓能够胜过政府 国家一定会弱 政府能够打败老百姓 那么国家就会强大 法家有一个说法 叫做自主无忠诚 慈父无孝子 儿子要孝 是父亲打出来的 是吧 慈父是不会有孝子的 是吧 当爹的越把孩子打得厉害 孩子就越孝 是吧 因为那个小孩都是不吃好歹的 是吧 这个统治者越对老百姓好 老百姓越是嚣张 是吧 统治者就是要狠狠地打老百姓 是吧 就像那个 那个当爹的 打儿子 是吧 慈父无孝子 自主无忠诚 那么为了战胜老百姓 这个统治者要做到几件事 第一 绝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 他们的原话是 民不贵学则愚 愚农不知 不好学问 则物济农 老百姓最好什么都不要知道 是吧 老百姓越傻越好 老百姓啥都不知道 他们就只能干苦力 是吧 我们需要他们干苦力 是吧 而且老百姓都傻 我不傻 那我就可以当王了 是吧 民于则只可以亡 是吧 这是第一条 你要战胜老百姓 必须要搞渔民政策 是吧 让老百姓 鱼 是吧 第二条 为了弱民 绝不能让农有鱼食 则薄艳于碎 说这个农民如果有鱼粮 他们就会游手好闲 是吧 你只有让他们 除了吃的 别的什么都没有 是吧 那个你必须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 擅自国者 就要使民家不积属 上场也 那个你不能让他们 富裕 同时你还要以 十五年做 言行俊法 来禁锢他们 是吧 呃 我们这套户籍管理制度 是吧 我们这套强制收容制度 其实都是来源于商鞅的 那么商鞅就说了 是吧 要是 要让那些 想摆脱自顾的人 一定要让他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是吧 用商鞅的说法叫 行间无所逃 迁徙无所入 行间之志 连以武 便以章 俗之与令 着无所处 而大无所生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啊 你如果要啊 要想逃 你要想当盲流 是吧 那就啊 我要让你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 你即使不被抓 你也活不下去 是吧 这个是这个社会没有你的活路 是吧 什么都给我管死了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 呃 商鞅本人呢 后来就栽在他自己的这个政策的手里 支持他的勤孝工死了 是吧 那么新上来的这个呃 秦王啊 就要抓他 是吧 那么他就逃跑了 跑到一个旅馆 他想住 旅馆的人员说 那个旅馆的老板说 你有证明吗 那个呃 他说怎么住旅馆还要证明吗 那个老板说 你不知道啊 这是商君之法 是吧 这是商鞅同志规定的 是吧 你没有这个呃 国家的证明 我是不敢收留你的 是吧 于是这个商鞅 长叹一声说 真是做法自毙啊 是吧 就是自己搞的这个把自己 结果他就没有办法逃 很快就给抓回来 车裂了 是吧 这个下场很惨 是吧 不过说实在的 我一点都不同情他 是吧 他就该有这种下场 那么 整个这一套制度就是他设计的 是吧 呃 总而言之啊 这个在法家看来 老百姓都是些贱骨头 是吧 随了他们的愿望 他们就会弄奸耍滑 让他们富起来 他们就会不知道天高地厚 只有穷仇潦倒 他们才会卖力 是吧 这个话的原话就是 任民之所善 物兼多 是吧 民贫则利 民富则因 呃 让老百姓沉沦在 辱 弱 贫 鱼 之中 是吧 那么这个商鞅大人 很公然说 违政者 就是要做 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而绝不做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情 这样国家才会强大 板子 国家就会衰落 越是顺从老百姓 国家就会越弱 越是压迫老百姓 国家就会越强大 他的原话叫做 正作民之所悟 民弱 正作民之所乐 民强 是吧 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民强而强之 宾从弱 民弱而弱之 宾从强 是吧 也就是说 你把老百姓压得越来越弱 你就越来越强大 是吧 相反 你如果老做老百姓喜欢的事 不敢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 那老百姓就越来越嚣张 而你就会越来越弱 看了这些东西以后啊 说实在的 你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呢 是吧 我经常讲啊 古今中外的专制者 这样想的恐怕不少 但是赤裸裸的这样说的 商鞅韩非这些人 大概就是出类拔萃 最肆无忌惮的了 是吧 那些人能够把话讲到这个地步 的确是登峰造极啊 是吧 这个不过想想我也是能理解 因为韩非子这样的书 本来就不打算是给老百姓看的 是吧 所以他那个话讲得很透 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那个 但是我们想想 在这样的条件下 秦国可能会强大 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好得了吗 那么关于暴秦 磕正的史料 我们就不用去讲了 可以说车载斗梁 是吧 不胜枚举 是吧 我们只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统治者如果宣称他要使老百姓富裕 使老百姓幸福 他实际上能不能做到 确实还很难说 是吧 我们恐怕要听其言观其心 但是如果统治者连这种话都不愿说 他公然说 他就是要把老百姓搞得乳 若 贫 鱼 他就是要正做明知所悟 是吧 专门做老百姓讨厌的东西 是吧 那么老百姓的苦难还用得着怀疑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秦的这个统一啊 是非常之厉害的 但是秦的垮台可以说也是 也是让人瞠目结实 是吧 仅仅15年 这么一个大帝国 就土崩瓦解 大家知道 秦王了以后 实际上出现的是一个类似于那个战国的局面 是吧 当时的那个诸侯国都起来了 是吧 什么什么战国的那七个国家 什么 什么赵国啊 魏国啊 齐国啊 纷纷都复国了 是吧 那么 实际上反秦战争啊 是以各诸侯的联盟的方式进行的 是吧 联盟的盟主 当然就是项羽 但是他也没有想当秦始皇 他的意思是说 他是大祖 然后其他的诸侯都都听他的指挥 但是并不受他的直接的那个管理 是吧 还是一种诸侯制 可是啊 这个当时天下已经没有人在信这一套 是吧 所以只要他一回到彭城 马上那些诸侯就都起兵了 是吧 然后最后诸侯中的刘邦 是吧 就是汉王 就打败了项羽 那么汉王打败项羽以后 大家知道 最初搞的也是分封诸侯 是吧 一开始有异姓诸侯 有同姓诸侯 是吧 后来在那个 刘邦和吕后期间 把这个异姓诸侯都搞掉了 是吧 什么 韩信啊 什么 什么鹰部啊 什么鲁丸啊 什么陈锡啊 是吧 这些人都 搞掉了 是吧 但是同姓的诸侯 还是很有力量的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汉初啊 这个同姓诸侯 又逐渐逐渐给削弱 一开始是那个 吴楚七国之乱 是吧 把当时最厉害的 吴王楚王 都给弄掉了 是吧 然后就是那个 汉武帝时代 所谓的重见诸侯 以分歧力 是吧 把一个诸侯国 他给他拆成 十几二十个 是吧 把那个诸侯国搞得都很小 而且也剥夺了诸侯国的 逐渐削弱了诸侯国的实际权力 可以说 从秦王一直到汉武帝 是吧 整个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 人们曾经一度推翻了秦 那么推翻秦到底怎么办呢 是吧 恢复周治可不可能呢 是吧 那么人们也试过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是吧 这个秦王了以后 曾经经历过一段 类似于春秋战国 那样的局面 但是最后 还是又回归大一统了 到了汉武帝以后啊 可以说 基本上又恢复了秦制 是吧 这就是人们讲的 汉秦秦制 是吧 也就是毛泽东讲的 北代皆行秦政制 可是汉秦秦制 是可以 如果 我们汉代的皇上 也这样说 那就 说实在的 那是 大家都觉得说不出口 因为你当年反秦 就是 就是以反暴政为理由的嘛 是吧 现在你说我就是专门要残暴 我就是专门做坏人 不做好人 是吧 像这样的话 你说了 你的合法性的确会受影响 是吧 那么因此 这个汉秦秦制以后 是吧 他们的这个符号系统 是吧 怎么建立 是吧 他们的那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是吧 到底该怎么弄 这就成了个问题 这里我要讲啊 从秦代的法家话语 到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素之间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吧 就是那个汉门帝 汉景帝 是吧 什么旅后 这一段时间 实际上主流的话语 不是儒家 也不是法家 而是所谓的皇老之学 也就是道家 是吧 为什么会是道家呢 当然一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道家 很多人认为带有楚文化的特点 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秦的灭亡啊 后世基本上被认为是 楚人把它灭掉的 是吧 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说法 叫做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是吧 这个秦在统一的时候 他最大的敌人就是楚 是吧 那么楚国也是唯一曾经打败过秦的 是吧 那么楚灭亡以后 楚地的反抗也是很厉害 大家知道 陈胜 吴广 刘邦 项羽 都是楚人 是吧 那么 等于是这个秦就是被楚人所灭亡的 那么 楚人掌了权 那当然楚地的文化 就会受到褒奖 而我们知道 老子 庄子 都是楚人 是吧 这个道家 在楚地的影响 是很深的 是吧 那么因此 这个道家 黄老这一套东西 作为一个楚文化 那么这个统治者比较习惯 是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大家知道所谓的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是吧 这是道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理念 那么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是吧 就被认为是针对秦制的那种过分的折腾 是吧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就是把老百姓折腾的受不了了 是吧 那么这个到了汉初 就说我们少折腾点 是吧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国家少搞点那种雄心壮志的事 是吧 让老百姓休息 是吧 清摇伯父 与民休息 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是吧 因为秦代的这个有为啊 是吧 或者说是过于折腾老百姓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当时是人们的共识 是吧 清摇伯父是有争议的 是吧 比如说汉初说是十五岁一 后来又说是三十岁一 但是很多人指出 这个所谓的三十岁一 十五岁一指的只是田租 是吧 就是那个土地上的税 但是秦汉两代主要的负担 都不是土地税 而是什么呢 而是利益 是吧 就是抓老百姓干苦力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修长城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那么如果你不干苦力 你叫交钱来 贷税 是吧 这个都是人头税 是吧 或者是户口税 是吧 口付算付 这些东西 其实汉代人就讲过 其实并不轻 是吧 甚至也不比秦 轻多少 是吧 那么有人说啊 呃 汉代的清姚伯父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这是可以研究的 我们即使是说汉出真的是清姚伯父 那清姚伯父为什么就只能和道家挂钩呢 是吧 大家知道儒家也是主张清姚伯父的 是吧 儒家主张 是吧 所谓的行人证 听起来也很好听 是吧 为什么你就不直接讲儒家呢 其实啊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吧 大家知道在诸子北家中啊 这个儒道两家应该是最早的 是吧 这个什么法家啊 什么什么 这都是后来才有 呃 最早的时候 那个呃 孔子和老子基本上是同时代人 两个人讲的很不同 是吧 孔子是讲有为的 因为孔子要积极入室 要干预现实 是吧 要捍卫周治 是抵制秦治 但是老子是主张无为的 是吧 但是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时候 这个儒家和道家 关系是比较好的 是吧 他们并没有互相攻击 是吧 他们并没有互相敌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吧 其实大家要注意一点 在孔子生活的这个春秋时代啊 虽然周治已经处在危机之中 是吧 礼崩乐坏 是吧 但是周治的影响毕竟还是很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捍卫周治 你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做这个工作 一个就是 你可以积极的捍卫周治 你把周治理想化 是吧 积极的起来 所谓的新灭国 季爵士 举玉民 是吧 力挽狂澜 是吧 这个阻止 周情之变 是吧 把那个已经被破坏的周治 再恢复起来 是吧 孔子就是这种想法 是吧 这是一种所谓的理想主义 一种强烈进取的 是吧 我要网狂拦于祭祷 是吧 我要有所作为 是吧 我要 那个 积极的去恢复 周治的那一套 但是你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是吧 因为当时这个秦治 是方心为爱 但是他又没有完全取代周治 那么当然有些人就会说 是吧 哎呀 其实原来那一套本来就不错 你何必多事呢 是吧 我们原来像周那样就可以了 是吧 你们现在这些人多事 要搞什么强大的国家 是吧 要称霸 是吧 要那个富国强兵 要到处作战 是吧 那么多的雄心壮志 何必呢 是吧 这个一动不如一进 是吧 我们少搞点这些妖蛾子不好吗 是吧 那么这种用无为的方式来 捍卫周治 当时也是有基础的 大家知道 老子设想的那个理想世界 就是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 鸡犬之身相闻 民智老死不相往来 最好是其政闷闷 其民存存 其政茶茶 其民缺缺 是吧 这个统治者不要多事 我们就维持原来的那种状况 那不挺好吗 因此 这个时候 虽然孔子主张有为 而老子主张无为 但是这两个人好像没有什么矛盾 因为有为是为了周治 无为也是为了周治 如果要讲如道互补 我觉得孔子和老子时代 真的是有这种现象的 是吧 但是到了战国年间 这种现象就逐渐消失了 我们知道庄州生活的时代 已经是战国了 而且还是战国后期 到了战国后期 根本就没有小国寡民了 是吧 战国后期 法家那一套 秦制那一套 已经占了优势 是吧 那么你所谓的顺其自然 那就不是顺的周治了 讲的简单点 就是上面的人横 哎呀 你就随着他横去 是吧 不要去胳膊 一定要拧得过大腿 是吧 反正你们要知道 这个这个 此时悟者为俊杰 跟着潮流走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这个不要 试图要去 要去阻挡这个事 庄子这本书里头就没有这个说法 是吧 什么小国寡民 灵国相忘了 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了 是吧 那么顺其自然 就日益变成顺从情治 不讲是非的一种犬儒主义 这里我要讲啊 我们对任何话语 包括哪一家都好 如果你只从字面上来抽象讲 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你只要摆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上讲 比如说 你对皇上讲无为 那很可能的意味着 让皇上就不要折腾老百姓 是吧 可是如果你对老百姓讲无为 那很可能你的意思是说 让老百姓不要得罪皇上 是吧 就是随便皇上怎么折腾 我们就逆来顺受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了战国晚期啊 实际上 儒和道之间的那个差别 已经越来越大 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对立 是吧 最明显的一个对立 就是在楚国境内 是吧 一个强大的秦国随时要吞并你 是吧 那么当时楚国啊 内部就有斗争 是吧 有一部分人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 是所谓的亲齐派 或者又叫做抗秦派 因为齐国是当时战国齐雄中 仅次于秦楚两家的 是吧 那么你楚国联合齐国 就是为了对抗秦国 是吧 那么还有一派就是亲秦派 是吧 主张对秦屈服 顺从秦的要求 是吧 反正秦的强大 那是大势所趋了 是吧 那是自然了 是吧 那个那个 我们不能跟这个大势所去作对 是吧 那么我们就干脆是无为了 那么当时在楚国啊 亲齐 亲秦两派的斗争 是吧 现在一些学者说 这里头背后有明显的 儒道对立的背景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当时楚国有一些 啊 呃 主张积极抗秦的人 那么这些人啊 呃 都是姓儒家的 是吧 呃 有些人说屈原 就是他们的代表 甚至有些人啊 言之绰绰的说啊 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一定成立 是吧 言之绰绰的说 郭殿楚简出土那个六德篇 这些 这些儒家典籍的那个 楚国贵族 就是屈原那一派的 十四的呃 贵族 是吧 大家知道最后他们是被排挤了 呃 被打压了 是吧 那么另外的 就是那个亲秦的啊 那就是那个啊 就是和屈原对立的那一伙人 是吧 他们当然后来是占了主流 是吧 那么后来呃 楚国的灭亡也和他们是有关的 是吧 可是到了呃 呃 看待这个背景啊 就对这个呃 黄老之学在汉初的流行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是吧 因为在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下 是吧 大家可以看出 道家那一套比较适应于秦制 是吧 因为他不主张反抗 是吧 他不主张有为 是吧 他主张顺其自然 那个时候顺其自然 其实就是顺秦制了 不是顺周制了 是吧 而在处地原有的道儒两家中 道家本来势力就很大 而且更适应汉诚秦制的需要 是吧 因为儒家那套是直接跟秦制对着来的 是吧 那么 但是你讲法家呢 又很难听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讲一个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是吧 大家都看透了一切 是吧 别追究什么 那个什么真理 这没有什么必要 是吧 我们都活得逍遥一点 我们讨论这个道家也好 讨论什么思想家也好 是吧 这个我们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他 一种思想流行的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是吧 你可以说他也没有生活在秦始皇时代 是吧 你也不能就是说他就是有意识的要为秦始皇服务 或者是要为谁谁谁服务 是吧 但是他这个思想在当时很流行 这是很自然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秦制造成的一种很严酷的环境啊 就是要使得大家不能太较真的 是吧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秦的那个故事嘛 所谓的子鹿为马 是吧 那么这个赵高签来一批那个鹿 问大家说 你说这是 说这就是马 你们说是不是法家子鹿为马 是吧 儒家说这个不是马 那你就要被坑 是吧 坑儒嘛 是吧 如果你说这是马 好像就不是儒家的立场了 可是庄子说啊 是吧 马也就是鹿 鹿也就是马 是吧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那这么一来大家就想通了 是吧 子鹿为鹿的 那是儒家 子鹿为马的 那更是儒家 是大儒家 为什么呢 是他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是非之俗见 他已经成了真人智人了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 是吧 当然我们可以说啊 庄子这本书充满了智慧 是吧 他是一个辩证法的大师 是吧 他可以把悲哀的事变成快乐的事 是吧 把好事变成坏事 是吧 大家都知道 那个关于庄子的一些故事嘛 是吧 他的老婆死了 是吧 很多人去追悼 然后就发现他骨盆而割 是吧 然后 为什么呢 这个庄子是不是已经有了小三了 巴不得黄脸婆早点死呢 是吧 好像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是因为庄子把这些都看透了 是吧 生和死 在他看来是差不多的 你要是钻牛角尖 你就傻了 是吧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超脱 他讲超脱也不见得就是为了讨好谁谁谁 是吧 因为庄子生活的时代也没有秦始皇也没有汉武帝 是吧 但是后世的人懂得这一套东西以后啊 当然你就是吧 就增加了你的适应能力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是 在上者指路为马 在下者难得忽睹 是吧 这就是法家和道家在当时的一种互补 是吧 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儒道互补了 但是的确有法道互补 那就是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 道家和儒家对秦制的这个关系 有一件事我觉得是表现得最粗粗的 是吧 这个汉景帝时代出现了一场争论 叫做元皇之争 是吧 那个汉景帝时代还是实行皇老之学的 但是儒家当然已经有很多影响 是吧 当时有一个儒生叫做元故生 是吧 他是专门研究诗经的 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儒家 那么还有一个人是姓黄老之学的 叫黄生 是吧 那么这两个人呢 有一天在汉景帝面前就讨论开了 是吧 那个黄生说啊 汤武非寿命乃是也 是吧 说这个儒家讲那个 陈汤周武王很伟大 因为他们讨伐暴君 是吧 大家知道陈汤伐夏节 周武伐周王 是吧 这都是那个很有名的故事 可是这个黄生说啊 这两个人都是反贼 是吧 都是坏蛋 他们是弑君的犯上作乱者 这个元故生是一个儒家 他就很不高兴 他说怎么呢 他说怎么能这样说呢 说当时那个节奏是暴君 是吧 那个大家 天下都已经非常讨厌他们 是吧 然后天下人心归汤武 是吧 那个 大家要求汤武来领导他们推翻暴君 是吧 汤武顺应人心 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事 怎么能说是犯上作乱呢 是吧 然后黄生就说 不对 不能这样说 是吧 他说我们要讲顺其自然 是吧 顺其自然 那就是所有的事 都有他的自然规律的 是吧 他说啊 比如说帽子 是吧 这个帽子 新的帽子 你要戴在头上 这个帽子变破了 你还得戴在头上 你不能因为帽子破了 你就把它当鞋 穿在脚下 是吧 他说那个鞋也一样 这个鞋就是在心 你也不能戴在头上 是吧 这个鞋子在心 你也只能踩在脚下 他说这就像君臣一样 这个皇上即使是暴君 他也是皇上 是吧 你是不能反的 是吧 臣子 你即使在高上 你也是臣子 就像那个鞋子在心 也要踩在脚下一样 是吧 你也是不能倦业的 这个唐武 是吧 他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是吧 他们那个 那个 秩序是 好像有什么道德 是吧 他们就想讨伐暴君 这个不是 胡作非为吗 是吧 这不是反动吗 是吧 这不是那个 弹上作乱吗 这个时候 袁顾生 讲了一句话 是吧 就让这个汉井帝啊 就感到那个非常之尴尬 是吧 那个袁顾生说 假如按照你这个说法 那我们刘邦同志干的算啥事呢 是吧 我们刘邦当年不就是反秦革命的吗 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 他也是反贼咯 是吧 这下这个汉井帝有点 感到坐不住 是吧 因为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他讲是也不行 讲不是也不行 是吧 他如果说 反对暴君是对的 那人家来反他怎么办呢 是吧 他已经是执政的了嘛 是吧 那意味着就是别人也可以反他了 但是他如果说反暴君是不对的 那你首先你这个汉代的建立就没有合法性啊 你本来就是革命打下来的天下啊 是吧 只准你革命 不准别人革命 这是什么道理啊 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跑出来说啊 他说这个问题太敏感 是吧 我们就别谈了 是吧 他说那个 天底下好吃的东西很多 是吧 你不一定非要去吃马肝 是吧 你不吃马肝 人家也不会说你不是美食家 是吧 这个天底下可以做的学问也很多 是吧 你不做那么敏感的学问 人家也不会说你就不应该凭教授 是吧 这个天底下的学问很多嘛 是吧 这个你干嘛要做这种学问呢 是吧 他说 景帝曰 持肉不食马肝 不为不知味 言学者无言 汤武受命 不为于 谁罢 是吧 于是大家就再也不争论了 汉代的儒家 最早得势的一个人 是吧 是 刘邦时代的 苏生通 是吧 这个人呢 司马迁说 他是汉之儒宗 是吧 就是汉代儒家的宗师 是吧 是他为儒家在汉代 争得了地位 是吧 那么这个苏生通的故事 本来就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是吧 据说这个苏生通 他本来是一个秦代的儒生 是吧 那么秦大家知道 后来焚书坑儒 这个很多儒生就被镇压了 但是这个苏生通 在坑儒的这个镇压之下 他还是能够幸存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特别会来事 是吧 特别会顺着竿子往上爬 是吧 那么有一次 那个陈胜武广 这个造反的这个消息 传到咸阳 是吧 秦厄寺就很担心 然后召集大家商量 这到底出了啥事 是吧 然后有一些人呢 就说 哎呀 说皇上 这个现在情况真的是很严峻 我们很多政策 老百姓都非常反感 是吧 现在天下都很讨厌我们 是吧 这个搞不好就成蔓延之势了 是吧 这个皇上 你真的是得认真对待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 哪有这回事 说我们这个政策 老百姓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家都很热爱我们秦 造反 那不过就是些蜀妾狗盗而已 是吧 那不过 陈胜武广什么人呢 那就是些小偷嘛 是吧 那就是些机名狗盗之徒 是吧 不足为律 派几个城管 就把他们收拾住了 是吧 这个皇上你放心吧 大家都拥护你 是吧 然后这个苏生通啊 他就是主张陈胜武广 只不过就是小偷的 是吧 他说 哎呀 现在啊 我们大秦是非常之伟大的 是吧 他说你们讲那个 呃 天下都对我们不满 那都是反动言论 是吧 对这些人要镇压 是吧 他说 呃 现在天下何为一家 民主在其上 法令拒于下 人人奉执 四方福臭 安敢有反者 是吧 说现在天下 形势一片大好 大家都很拥护我们 哪有什么造反的 是吧 他说这些都是 群道蜀窃狗盗耳 何足自知此牙间 君守卫令 普论 何足幽 是吧 说皇上你就放心好了 是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个秦二世一听 很高兴说 哎呀 你真是政治正确 但是后来 大家知道秦就乱了 乱了以后 他就逃走了 逃走以后 他在秦汉之际的大乱中 连转投奔了很多人 是吧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叫 所事且始祖 皆面于 以得轻贵 是吧 他投奔了差不多十个主人 每一次都是靠吹牛拍马 得到地位的 是吧 这个所谓的面于 以得轻贵 是吧 然后最后 他就投到了 刘邦的那个门下 是吧 刘邦大家知道 本来是不喜欢儒家的 是吧 刘邦是草莽豪杰 他的手下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 像那个樊快 是一个杀狗的 是吧 当然除了张良以外 张良好像是一个红二代 是吧 其他的都是些 不怎么样的人 是吧 那个陈平 曹生 那是那个 县政府里头的那些 操写员 是吧 也不是什么官 是吧 基本上都是这些人 当时的说法叫做 群道壮士 是吧 就是那些好勇斗狠 但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人 是吧 那么刘邦就喜欢这些人 这个苏生通 投奔刘邦的时候 老是对刘邦说 哎呀 还是壮士管用 还是群道管用 是吧 你就用这个杀狗的 是吧 你就用那个什么什么 这些人是英雄 这些人是豪杰 是吧 这些人当打仗 那苏生根本就是 没用的 是吧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苏生通就发现 这个刘邦 闷闷不乐 为什么呢 因为刘邦当时当了皇帝 但是他下面的人 还是把他当大哥 是吧 不懂得尊重他 是吧 经常跟他一起喝酒 喝醉了 就拍他的肩膀 哎呀 大哥我们再喝一杯啊 是吧 什么什么等等 搞得他很难受 是吧 就很烦 是吧 然后这个苏生通就跟他说了 说陛下我有一个办法 能够让他们服服帖帖的 刘邦一听说 哎呀 你还有这个能耐 说那你试一下吧 是吧 我给你配一个班子 你去琢磨一个 治理这些大臣的办法 是吧 然后他就 苏生通就 就跑去组班子去了 是吧 然后他就找了一些人 把那个琴带的那些 下人的那些东西都找来 是吧 然后一样化葫芦 制定了一个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大抵接袭琴固 是吧 所谓大抵接袭琴固 就基本上是 抄的琴的那一套东西 是吧 但是用儒家的话语 做了包装 是吧 那么为了包装 他还要找一些专家 于是他就跑到鲁帝 是吧 就是儒家的大本营 找了几个那个儒生 是吧 来给他做那个 那个写作班子 是吧 鲁帝有两个儒生 就对他的那一套 就非常反感 是吧 按照那个 司马迁的说法 那几个人就说 是吧 他说这个 武不忍公所为 公所为不合骨 武不行 公王以 无无我 是吧 说我见不得你这种样子 你这种做法 根本就不是我们儒家的做法 是吧 我不能跟你去 你赶快走 你不要侮辱我 是吧 公王以 无无我 这个苏生通就笑说 哎呀 你们这些人真是苏呆子 是吧 不通时辩 若真彼辱也 不通时辩 然后他就带领跟他的一帮人 然后就制定了这么一番东西 是吧 然后就在那个朝廷周围布置了那个什么金瓜力士 是吧 就是杀气腾腾的 五大三出的 拿着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 是吧 然后就训练大家啊 那个要三跪九寇 是吧 每一步都要按照那个琴带的那个要求 是吧 如果你呃 不符合这个标准啊 那就要受到惩罚 是吧 然后经过再三训练 到了啊 这个高地七年啊 这个常乐宫 修成了 是吧 然后大家去祝贺 是吧 然后这个苏生通就按照他的那个方式 是吧 进行了布置啊 那到了那一天大家都循规道矩 是吧 一个个按照那个关节的大小 呃 一次走上来三跪九寇 三呼万岁 是吧 然后呃 大家就坐下来吃饭喝酒 一直到喝醉 大家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 是吧 整整齐齐 鸦雀无声 有一些人跪拜的那个方式不太符合标准 马上旁边的那个警卫人员就把他们拎 像做小鸡一样拎到外面去乱棍打一顿 是吧 把大家吓得都个个都浑身发抖 是吧 呃 按照那个史书上的说法 是吧 敬朝至久 无感欢华私离者 是吧 然后汉高地一看 哎呀 真是龙心大悦 说我这才知道当皇帝的高贵了 是吧 然后就很高兴 就说这个 哎呀 看样子儒家还是真有点本事啊 是吧 那么这么个人啊 四海苏孙聪 婆有所损意 争议减损 大抵皆袭情故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呃 秦稿的那一套 在呃 司马迁看来 是不合圣志 是吧 也就是说 和儒家那一套根本就 啊 不是一回事 是吧 不合圣志 虽不合圣志 但是他可以做到一点 尊君益臣 是吧 就是可以凸显皇上的高贵 凸显那个臣民的渺小 是吧 所以这个苏生通啊 他就把这一套结过去了 是吧 有所争议减损 但是大抵皆袭情故 他搞的那套基本上就是情的那套 是吧 只不过涂了一点儒家的油彩 是吧 这就是典型的叫做儒表法理 是吧 那个那个表面上有点儒家的东西 但是背地里就是情的东西 但是苏生通就是靠这个 成了汉家的儒宗 是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那个时候最实行的还是皇老 那么到了汉武帝 他又想有为 他就不愿再讲清静无为了 是吧 但是法家的那套又很难听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他就觉得儒家是不是可以呢 是吧 于是这个 这个董宗书就出现了 是吧 那么这个所谓的 罢处北家 独尊儒术 是从董宗书开始的 是吧 可是董宗书在思想史上 人们一般把它叫做新儒家 是吧 什么叫做新儒家呢 那那就是他跟传统的孔孔时代的儒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是吧 这个区别主要就是 是吧 你要和秦制兼容 是吧 你不能反对秦制 是吧 你不能像原来的那个儒家那样 原始儒家的特点是 从舟仇秦 是吧 就是树立了所谓的三纲 是吧 三纲五常 五常是孔孟时代就有的 三纲可是从董宗书开始才进入儒学的 是吧 而这个三纲其实它不是儒家的东西 是法家的东西 它最早讲这一套的是韩非 是吧 就是那个 臣氏君子氏妇 妻氏夫 是吧 三者顺者天下智 三者逆者天下乱 是吧 故君衰不孝 臣氏不敢背也 是吧 就是对暴君 你也不能反 是吧 绝对的 是吧 你必须 臣就是要听君的 是吧 这一套叫做三纲 这一套东西本来是韩非的东西 但是到了那个董宗书 就纳入进去了 但是董宗书作为儒家 是吧 他实际上也还是想对皇权有所制约的 是吧 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那革命你不能讲了怎么办呢 是吧 那么董宗书就想起一招 这是董宗书学问的另外一个特点 他大量引进了所谓的秤伟之学 是吧 就是这个图秤伟书 这个东西啊 老实说也不是儒家的东西 是吧 孔孟是从来没讲过这个东西的 是吧 而且孔子不与怪力乱神 他也是不讲这个 什么叫图秤呢 图秤就是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 是吧 这个不是儒家的是阴阳家的 是吧 那么阴阳家就特别强调所谓的天人感应 但是啊 董宗书讲的天人感应其实是讲的什么呢 其实是讲的 人间的这个善恶啊 自乱呃 上天是会有感觉的 上天有感觉就会通过一些啊 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 比如天下掉下了一块石头啦 比如那个河里头浮上了一块什么东西啦 是吧 比如那个某一家的呃 那个马生了一匹呃 那个五条腿的马啦 是吧 总而言之啊 这个呃 上天如果他有呃高兴的或者说不高兴的啊 他会有一些象征 而这些象征有的是那个图形 是吧 就是啊 图秤 是吧 有的是那个啊 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 是吧 就所谓的尾书 这些东西啊 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一般的人是看不懂的 谁能看得懂呢 我们如生可以看得懂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代种种的呃 这些这些事情 是吧 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些事都是坏事 是吧 那么我们就告诉皇帝说不得了了 上天不高兴了 是吧 比如某个地方掉下来块石头讲一下啥啥啥 是吧 这个皇上你要注意 是吧 你不注意这个是上天要发怒了 是吧 某些事情如果你做的好的也是一样 是吧 那么上天会有某种呃 征兆啊 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 是吧 某个地方又出现个啥 是吧 反正他的解释是呃 可以把它解释呃呃 呃成那个样子 是吧 然后 他就用这一套神秘主义的这一套东西 是吧 呃 试图对君主能够有所制约 不质 我今天给你们吸系 如果今我们就不锏了 我说想发怂场 我们不用人十分的 让我们来订阅 或好 还是 编辑 乡 词 监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